不少旅宿业者打折附设儿童游乐场设施 及推出亲子主题套房 吸引家长前往消费 为了确保消费者权益 行政院消保处 近期内前往国内24家旅宿业者 检查建筑 消防 卫生安全 及儿童游乐场管理 结果发现仅两家全宿合格 有22家超过9成是有缺失 包括缓机消毒 记录 卫服 户外游戏区有积水情形等 其中儿童游乐场管理缺失最严重 有21家不符合规定 这个涉及到逃生的安全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 在建管消防这一块 是最基本的安全 业者应该要严格把关 另外就安全来说 安全替制放杂物 公安申报卫服 安全门故障恐影响消费者安全 甚至有像是工厂艺术大饭店 及爱悦酒店野柳度假馆 现场连一个灭火器设备也没有 已经违反相关规定 消防处表示 目前完成改善的只有四家 还有三分之二旅书业者 尚未改善完毕 以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否则与其将依法加以处罚 后续也进行不定期查核 原自新闻胡宋 台北市采访报道 好 好